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里面打赏 中美关系 中俄关系有一些有趣的变化 中美军事关系短期内难以解冻 东升西降还没有实现 但是中升俄降 已导致中俄关系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美国总统拜登5月21号在广岛 也就是七国峰会上 他说已经组成了抗中联盟以后 马上预测中美关系很快解冻 强调七大工业国有意的降低风险 而不是跟中国脱钩 预言看起来很快成真 因为中国的外交商贸和美国之间的高层互动频率 上一个星期重新增加 提升了外界对北京和华盛顿加速走出气球阴霾的期待 但是中美高层重启对话的势头 很快又愈能 华尔街日报说五角大楼的声明 美国今年五月初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左右 想促成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新加坡的联度相隔理由对话会见面 但中国say no不拒绝不跟你玩 新加坡联合早报王伟温认为 这意味着李尚福今年三月初任防长以来 继续维持跟美国五角大楼的零互动 在对于美国军事对话这个市场 中国军方摆出比前任更加强硬的姿态 李尚福是在四年前被美国制裁 他那时候是中央军委装备部的部长 李尚福今年三月初任防长 当年宣布制裁的美国国务院 没有马上递出橄榄枝 表示无意撤销制裁 还认为制裁不妨碍中美军方高层 举行正式的会晤 但是美国这个情况看来 他的外交系统两个月前评估太乐观了 太把中国不当事了 而中国也发现到 美国没有减少踩北京底线 红线的步伐 在台湾问题上 不断的台海周边提升的盟友军演的频率规模 不仅在南中海 那么在东北亚也举行 也举行 那么也这一星期 出现个日本菲律宾在南中海举行 海防联合演习 通过联动台海南海危机团结第一岛内的盟友 对北京进行看起来好像有效的遏制和围堵 中美之间的南海持续较劲 包括那个军机 但是中国说你这个军机 是来侦测我们的航母战斗群 所以我们拦截是必要的 好了 亚太地区两大军事力量的防务部长 见面 料中话 也比的理都不理不沟通要好 因为呢 这两个防长的会务最大的价值是摸底 降低误判 避免错误强势 拜登政府一直想调整用语 话术 试图降低跟中国的紧张关系 创造 对话的氛围 他说如果 但是有一个结论 如果中国对美国通过具体行动展开诚意 还带有期待 也就是说 可以一期 中美重启安全对话 还将遥遥无期 看来美国也不想让这一步 来自中国上海的时事评论员金建国 他注意的不是中美关系 他注意到了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已经出现颠覆性的反转 这叫终生而降 东升西降是习近平主席的一个梦 也不知道谁给他灌这个黄药汤水 他也觉得是 但是终生而降 是世界一个现在一个既定的事实 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都公认 中国已经崛起 包括乌克兰在内全世界 也看到俄罗斯实力的下降 俄乌战争把俄罗斯打出原形 号称世界第二大军事 军事强固的俄罗斯 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普京吹嘘的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拦截的超音速导弹被击落 被普京称为既核武器之后最强大的威射武器T90A坦克被打残 普京吹大牛 却不能不变对中俄实力对比发生 有利于中国的反转 金建国说 普京的中国人开始折腰 第一个折腰 5月15号 中国海关总署宣布 中国将增加俄罗斯的海参崴为内贸过物 跨境运输中转可按 这不仅减少了乌黑龙江还有吉林的运输成本 也有利于中国加强和近林之间的产业链 供应链联系的紧密度 这意味着俄罗斯在163年之后 对中国开放的从清朝手中夺走的这个重要枢纽港口 中国东北内陆地区打出出海的空落 这是普京折腐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再把图门江那个大桥拆了 那就更不得了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就必须 有必要把海参崴作为出口货的港口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从口里吐出的肉 是很不多不得已 因为它历来在远东非常警惕中国的侵入和扩张 第二 4月16号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出任防长对后防任俄罗斯 第一天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普京 普京罕见的科工接近了非国家领导人的外国官员 今年2月普京也破例在克里姆林宫 见到王毅显现中美关系日益密切 也彰显普京已经放下了身段 他用了卑躬兮兮 是不是这样大家判断 第三个折腰事实 俄罗斯经济依赖中国书写 2022年中俄边境贸 中俄双边的贸易额 创记录 1900 1900 1900 2.71亿美元 同比增长反正29 连续13年 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俄罗斯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能源 占了1100亿美元的大头 能源是普京玩弄地缘政治有力武器 他以为欧洲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幻想欧洲会隆忍他发动战争 结果2022年 欧洲彻底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2022年 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原油供应国 中国大量的增加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是支撑俄罗斯的一个途径 第四 在美国失事对俄罗斯精气制裁之后 俄罗斯的半导体进口在2022年初一度下滑 之后出现强劲的反弹 反弹是中国公司扮演关键的作用 第五 美国一直把中国俄罗斯列为竞争对手 但是俄欧战争爆发后 俄罗斯军队的表现 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评价大幅度的下降 美国不再把俄罗斯视为重要的竞争对手 中国称了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说美国西方已经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 目前俄罗斯唯一对西方构成的失之境的挑战 就是核武器 6000多颗的核弹头 但是美国已经判断 普京不敢动用核武器的结论 美国强大的信息技术可以压制 俄罗斯核导弹没有办法射出 也就是让俄罗斯的导弹漏网 美国的反导武器在俄罗斯上空 跟俄罗斯核导弹对杀 造成的后果 俄罗斯吃不了 会兜着走 金建国认为 终生俄将 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大翻转 因为在中国百年屈辱史上 俄罗斯人写的是最了不得的一笔 俄罗斯人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业 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化归己有 还吞并了中国外西北地区 大概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俄罗斯施压 让中国领导人同意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 在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下 中共和苏共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 这不平关系从建党之初到那个时候都一样 还有一点 从斯大林到普京 俄罗斯民族从来瞧不起中国人 只要我们了解一百多年来的中俄关系 中书关系史 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史 也才能够理解到 普京对中国的折腰的意义 是何等的伟大 他认为这是两个最主要的民族关系的 颠覆性的反转 所以终生俄将 是颠覆性反转的最生动的描述 金建国认为 在面对终生俄将的现实中 中国更应该从俄罗斯发动 俄乌战争中吸起教训 千万千万不能打仗 除非受到外部强加的战争 不能够轻易动战端 俄乌战争毁了俄罗斯的前途 俄罗斯将不仅刻上战败的耻辱伊丽丝 而且要支付万亿美元的战争赔款 俄罗斯民族的几代人将为普京的犯罪 支付昂贵的战争代价 金建国呼吁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要战争 按理说 终生俄将应该成为中国收获被沙俄 掠夺领土的绝佳机会 所以呢 有人说中国不能向东走 不能向西走 只能向北走 但是他认为中国 也就不能把跟俄罗斯签署的条约 变成历史文件 这个说法很含蓄 但说的也是呢 像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意思 不能够把跟俄罗斯九十年代签的条约 变成历史文件 而破坏两国现存的边界 拜托 你得面对这个现实 江泽民 为什么把这些骨骑烧掉 撒到黄埔江出海口 大概跟这一个公案有关 尊重历史 乐爱和平 应该成为中国民众持有的基本信念 这个要求 对民族主义的中国粉红们 实在是太高了 首先第一 我们注意到 中美关系短期没有办法解冻 尤其是在军事层面的关系 第二 中生俄将的解读 所罗列的现象好像很说明问题 但是记住一点 俄罗斯民族并不是一个轻易对他人 扶手贴耳 心悦成乎的民族 从彼得大帝到现在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易击败俄罗斯民族 这一点在你自己喜不自胜的同时 尤其要有更多的警惕 第三 终身而降 如果是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伟大胜利 则需要做更多的保留观察 普京即使过气或者下台 新的俄罗斯政权对华政策可能随时翻盘 变脸如翻书的同志 奥琴哈拉索 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放弃戒备心的邻居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